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妹妹是从小生下来的时候就不能走路 后来的时候我爸爸在我五岁 我妹妹三岁的时候去世了 然后爸爸在活着的时候呢 就带我们一直在私里 包括姐姐现在吃饭的时候也需要妈妈喂 晚上的时候我们不能翻身 一晚上妈妈大概要起来十几次给我和姐姐翻身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在照顾 对 妈妈就是我们的手 是我们的脚 有没有心里害怕过唯一守护自己的母亲会放弃自己 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 每次我妈妈出门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当锁的喀巴一声锁上的时候 我们就想妈妈还会回来吗 有一次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 我妈妈出门去过找医生 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 当我妈妈开开门的时候 我一下就闻到了外面的空气 长时间困在斗室里面 忽然闻到外面 带着雪的味道的空气的时候 真的忽然闻到了生的气息 可是妈妈走了 我身边没有人照顾 妈妈要是留下的话 没有人给我请医生来 所以那种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接受我们的命运大概就是如此 是在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当时一位记者做了一篇长篇的一个报道 虽然是我知道 我曾经在一个抽屉里看过那个诊断书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这样的信息特别少 所以没有办法去知道 它那个名字到底是一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当时的时候的确打击非常大 因为你看到那篇诊断书的时候 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我肯定就觉得我是没有未来的 和妹妹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未来不是理想上的未来 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上没有未来 而且能够出书都来源于一个人 我们的妈妈 对 来往掌声有请妈妈 我是春曼西曼的妈妈 我是五一年出生的 老大是这样 老二又是这样 刚刚得知这个病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 因为生了男孩之后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女孩不能走路 因为她们会爬 会爬 能爬 但是她的体型不变 也能坐起来 体型看不出来 那是医学也不发达 就说这个孩子缺钙 等到她爸爸去世之后 我领她到沈阳二医院 她属于婴儿性进行性 以随机萎缩症 然后才知道这孩子病 是那个疑难病治不好 所以那个时刻 心情是有些绝望 确实有绝望 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孩子不能走路 一个是这样也就过去了 两个都是这样 是的 是吧 也就是说你男人走了之后 三个孩子你来养 对 大女儿五岁 二女儿三岁 儿子养岁 对 那你是什么工作 当时那时候在幼儿园 那你这收入能养得起三个孩子 那时候可能是三十多块钱 四十多块钱 然后吃供应粮困难点 可以也能生存吧 但问题是 你还要求医问药 对 求医问药 因为她爸爸去世吧 顶凉处没有了 很难过的 确实很难过 就知道自己每天遇到难处 就开始掉眼泪 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记得 我掉眼泪的时候 我大女儿就哭了 我哭孩子也哭了 说什么 妈妈 我死了之后 你就负担没有那么重了 就这样 孩子哭 我想 我愣上孩子 谁也能来管他呢 谁能来照顾他 然后我自己想想 自己挺起胸了 自己咬着牙 不管怎么 再难再苦 我也活下去 所以这么样之后 妈妈你孩子大一点 有的小学 能够彼此取暖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 是我的 我们两个的 我们两个 有姐姐来说 好吗 姐姐来说 那妈妈推姐姐去说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我的幸福心愿是给妈妈 种一口健康的牙齿 好 谢谢 她妈妈的牙还好 不 都已经掉了 全活动了 松了 全都松了 里面不能 里面不能举嚼东西 现在种一口牙 要多少钱 就是几颗牙只要一万 如果满口牙要弄好 可能达到两万左右 两万 医生是这么讲的 因为妈妈的牙 她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因为她本身有胃病嘛 照顾我们 然后一直不能吃东西 有人胃病以后 有二十一天不能吃饭 一个人二十一天不能吃东西 扶着墙走路 还要给我们洗头洗澡 然后给我们做吃的 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母爱 该怎么帮妈妈 不能送她去医院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 妈妈不能吃饭 我们也不吃饭 陪着妈妈一起挨饿 后来我妈妈经过治疗身体 开始慢慢地好转 能吃一点东西 然后她不能 牙不好 不能吃东西呢 她就可以吸收的东西 她又不能吸收 明白 那我们来听一下四位嘉宾 怎么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理解你们的故事 来 其实中间我在听到说 妈妈放弃了 给弟弟上大学的这个学费 然后来给你们开通热线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一点震动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心愿 我就特别特别地支持 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 非常实在地 给自己最爱的人的这种回报 所以我们英朗文化 非常荣幸能够帮助你们 在资金上有一点助力 我们英朗文化助力2000元 希望妈妈能够笑口敞开 祝你们幸福 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最值得被照顾的人 可是你们不光照顾好自己 还能去通过热线的方式去帮助别人 而你们这个母亲 她的付出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 四十多年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儿女的心愿我特别能理解 刘仁游定制旅行也愿意去帮助你们 一起帮助你们 帮助母亲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 我们也希望能助得上一份力 我们愿意奉一个3000元的小红包 也希望妈妈能笑口敞开 谢谢你 谢谢 认识你们非常高兴 然后你们为妈妈提出愿望 我也非常非常支持 朗博教育吧 助力3000元 一点小小的心意 我们是一对坚强的姐妹花 而且经过了不少痛苦与磨难 并没有被这生活所打倒 你们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希罗国际造型 提供给你们一套价值3000元的护肤品 希望你们能活出另一种美丽 谢谢 护肤品妹妹应该最喜欢了 因为妹妹最喜欢臭美 所以人生面对命运 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命运呢 可能就差不多就倒下 每天生活在抱怨当中 而有些人可能就一笑带过 就种好一颗牙齿 种好一口牙齿 好好吃饭 注意身体 相信将来也会继续的美好下去 好吗 好 放宽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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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来 潮汐帮忙推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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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